算最难的 最长 但是也还好 有些原理原则有机可循 按结束之后一定会触及 触发这一个 点击之后 触发这一个事件 unclick 这个叫做earn dialogue earn dialogue 就是这个earn dialogue 它这个地方的话 后面你点之后 它会有一个子类别 叫做builder 所以你要点 它全名叫earn dialogue 点builder 然后呢 它里面有哪些东西 一定要知道 就是说你一定要 上面有这个 这叫什么呢 这叫title 所以点settitle 就是什么 它的这个名称 点setmessage 就是什么 是否结束 有没有 这个地方 然后呢 按一下按钮的话 这个按钮叫做什么呢 叫做positive button 那你其实不用记全部 你点下去setp它就出来 所以你有那名称我也不会全部记 setp就知道是哪一个呢 是确定的按钮 那另外一个叫什么 那另外一个叫什么 setn 不过n有两个 一个是native native button 一个是natural button 也就是说呢 这个native button是在 在这个地方就取消 natural button是在中间 所以一般的话 一个 最多就放三个按钮 没有办法放第四个 最多就放三个 就是从左边 就是positive button 然后最右边就是native button 中间是natural button 就是有三个 三个按钮的意思 特别注意 不过因为我们模拟器是2.33的 那个确定是在 在左边对不对 可是你在4.0的模拟器 或者在4.0的手机 4.0以后的手机的话 刚好颠倒 确定变成在右边 取消变成在左边 那这个你可能会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 没有道理 anjry反正它喜欢换个位置 你也拿它没办法 那是因为它可能想说 以前那个在windows里面 确定都是在左边 取消在右边 然后它是不是要 有别于windows 就跟它玩不一样的 反正我就要换个方向 就像说有些国家 我们开车一定是靠 靠右 有些国家像日本 你去日本开车的话 你要靠左 那有些人好像会不习惯 对不对 像开车 在右边突然叫你开左边 你会觉得 一下子可能会 反应可能会不过来 之前也有因为这样出过车祸 然后之前有个新闻是这样 OK那这个也没有关系 反正知道它的 这个排版方式就知道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LN单位怎么做 那另外它按下确定之后的话 它会触及跳离开 先按取消好了 取消的话什么事都没发生 那如果按确定的话呢 就执行一个方法叫finish finish的话就离开了 也就是说呢 当我按一下按钮的时候 就执行这个finish 就离开了 那这个LN调略怎么建立起来 我们从头到尾来做一次 给各位看一下好了 基本上还有一点复杂 首先的话呢 你在这边打一个new一个 我们从这边 new一个alern dialog这边 你就打上new一个alern dialog 点下去之后的话 如果你打没有错 alern dialog没拼错 记得a跟d是大写 后面会点下去会有个builder 你按enter enter之后呢 它会跟你要几个东西 第一个context 那context就是你现在画面控制 是哪一个 基本上呢 我们刚刚那个tosser 用gates的becomingcontext就可以 但是这个alern dialog不行 因为它是额外跳出一个视窗 所以你现在等于是 tosser是在原来的位置上面 那alern dialog是另外跳出来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这个地方的话呢 要打什么 打list 前面呢 记得哦 list前面还要再加上 你一直往前推 这边有个class有没有 就是我类别名称 就是main activity 类别名称加.list才可以 所以这边传递的参数比较特别 就是我们的类别名称 加上.list 然后后面的话呢 加上第二个参数 豆点 这边的话呢 我们来看builder 那里面的话呢 第一个我要传递参数 传递参数 那参数的话呢 就是给它这一个main activity 然后点列时 后面再点下去 那分别有一个title message 跟两个按钮 所以等一下会set四个东西 最后呢 还要点show 它才会秀出来 所以主意来看 点你就要打一个set t title 有没有就出来 请你把title打上去 然后再来enter一下 点 不用分号 直接打set set message 打一个m 然后呢 讯息什么呢 比如说 是否离开等等的 一个标题 然后message 点什么呢 set p positive button 按enter 那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哦 如果你要加一个button的话 它需要加哪些东西呢 enter之后的话 它需要它的名称叫做确定 所以这边打一个确定 后面加一个listener 那listener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 我们要在 按钮上面跟那个一样 按钮上面要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listener 那listener的话呢 这边特别注意哦 它有点麻烦 他这边哦 listener的部分呢 就是叫做 你游标移到这上面之后的话 它有一些提示了 里面的话就是哪一个listener 就是这个 dialog interface的listener 所以你可以把这边 copy一下 记得是dialog interface的 它叫dialog interface 那因为有时候背这个 有点太冗长 所以我们在这边 new一个 也是跟这个按钮一样 new一个listener 什么listener dialog interface的listener 然后呢 建一个什么listener 就是一个onclick listener 那前面是什么 new一个什么button的 有没有 在button 按钮上面建一个listener 那现在是在 这个叫dialog interface 那后面加一个小刮壶 再加一个大刮壶 有没有 公式是一样的 然后游标移到这边上面 的话 再来 应该是要看一下 是不是new一个dialog 所以我刚把大刮壶 漏掉了 所以我看一下 dialog dialog 再new一个 在dialog interface on click listener 然后小刮壶 好像这个地方 好像这个地方 最后一个 我先加一个分号 分号结束掉 然后游标放在前面 放在上面之后 看一下 new一个 dialog interface on click listener 看一下 因为这个这个城市比较涌长一些些 看一下 这个之前的 里面的话 完成是 这边 确定 new一个dialog on click listener 小刮壶大刮壶 没错 然后加一个finish 可能还没打完 那这边我把后面的先打完好了 这个等一下再来再 那后面的话呢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这个分号先拿掉 其实就这样打 那等一下 点 再来一个 set set the next button 就是 那你会发现 打一个n有没有 有nature button 跟nature 那我们是打 第一个 那这个名称的话 叫取消 那listen呢 因为呢 这个地方 我不需要listen了 所以打一个no 我就可以了 这样会比较简单 no就是反正你按取消 什么事都没做嘛 然后按一个enter 最后要怎么样 点show 就把它show出来 把它show出来 然后小瓜糊 最后呢 把它结束掉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了 我们有没有 一二三四 那最后把它show出来 那这个地方的话 嗯 new一个dialog interface 我看一下是不是 new一个dialog dialog的 这边 unclicklisten 小瓜糊 大瓜糊 大瓜糊 后瓜糊 后瓜糊 是不是漏掉 有后瓜糊 new一个 dialog interface 小瓜糊 然后大瓜糊 然后大瓜糊 后瓜糊 后瓜糊 又要放上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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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他的啦 这个 这个是他一对 这个在check一下 基本上他的结构是这样 new一个 a learn dialog 然后传入 这个我们class名称 名称 点类似 然后一个title title自己打上去 title名称 比如说是否取消 这个message 是否把这个名称打上去 就是 确定视窗 是否结束 然后确定 取消 这个地方我再看一下 这个地方 理论上应该是 dialog interface 没错 ok 没有错了 就是 在这边 我们就在 增加类似像这样 我们就是 这个是new 这个 native button 是new 然后这边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 也是一样记得 就是小瓜糊 然后大瓜糊 小瓜糊 大瓜糊 后瓜糊之后 游标放上去 就会有新增 味噬座的方法 那把新增 味噬座的方法里面呢 增加一个 那个finish 那这样的话 它就会跳离 所以这边的话呢 最后打一个方法 叫finish 然后 一个小瓜糊 然后这边一个 分号 这样当它点击 确定之后的话 那就跳离了 ok大概是这样 那细节的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参考 那个云端 白板上面的画面 ok 那今天的话 我想我们先到这边 这里好